《猎王记下》第24章 约亚靖在位的时候,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来攻打他。 约亚靖就臣服他三年,后来却反悔背叛他。 耶和华拆派迦勒底的军队、亚兰的军队、摩亚的军队和亚门人的军队攻打他。 他拆他们攻击犹大,毁灭他,就像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预言的话。 这事临到犹大完全是出于耶和华的命令,因着玛拿西的罪,就是他所行的一切,要把他们从自己面前赶走。 又因着他所流无辜人的血,他使耶路撒冷满了无辜人的血,耶和华绝不赦免。 约亚靖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的一切,不是都记在犹大猎王的年代至上吗? 约亚靖和他的祖先一同长眠,他的儿子约亚金接续他做王。 埃及王不再从本国出征,因为巴比伦王占据了所有从前属于埃及王的领土,从埃及小河直到右发拉底河。 约亚靖,约亚靖登基的时候是十八岁,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三个月,他母亲名叫尼护施他,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丹的女儿。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,好像他的祖先一切所行的。 那时,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的臣仆来到耶路撒冷,城就被围困。 尼布贾尼萨的臣仆正在围城的时候,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亲自来到耶路撒冷。 犹大王约亚靖和他的母亲众臣仆、众领袖以及众太监出城投降巴比伦王。 巴比伦王于是捉住他,那时是巴比伦王在位第八年。 他又从耶路撒冷把耶和华殿一切宝物和王宫的宝物取去, 并且把以色列王、所罗门在耶和华殿所做的一切精器都捣毁,就像耶和华所说的。 他又掳去耶路撒冷的众民、众领袖以及英勇的战士共一万人, 还有工匠、铁匠,除了国民中最贫穷的以外,没有剩下的。 他把约亚金掳到巴比伦去,又把太后、后妃、太监和国中的要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。 还有七千位战士、一千位工匠和铁匠,全都是能作战的勇士。 巴比伦王把他们都掳到巴比伦去。 巴比伦王李约亚金的叔叔马探亚接续他做王,并且把马探亚的名字改为西底迦。 西底迦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一岁,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。 他母亲名叫哈姆他,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。 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,向约亚金一切所行的。 因为耶和华的怒气向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, 直到他把他们从自己的面前赶走。 后来西底迦背叛了巴比伦王。